色瘦想行时里面的想和时有什么不同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请问法师,色、瘦、想、行、时里面的想和时有什么不同呢? 感恩法师 融通法师答,我们知道色、瘦、想、行、时,是指佛法里面所讲的五蕴、色蕴、兽蕴、想蕴、行蕴、时蕴。 我们所有的有情众生的身心世界,都是由这个色、瘦、想、行、时五蕴所构成的。 色是指物质方面的,瘦、想、行、时是指精神方面的。 那么我们看,这个想蕴到底是指什么呢?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想是怎么构成的,上面一是个项,下面一是个心,就是指心里有种种活动。 另外对于外在的六蕴的境界,色生香味触法,种种境界,用自己的六种时,眼耳鼻舌深意,主要是指第六意识来进行一种摄受,一种摄取,产生种种的心理的活动。 这种心理的活动亦产生,对于这些境界,自然就执着它外在的一种象。 打个比方说,外在的象是高是矮,是胖是瘦,是大是小,长短,方圆,黑白种种,你对它会有一个基本性的象的认知,这就是想蕴。 当然在有些地方,这种想蕴还观设到我们内在的心理的一种想法,一种想念或一种想象,不仅仅是从外在所看到的具体的东西。 就是不看的时候,内在的心理,内在的意识也可以去想,这也属于想蕴的一部分。 那么好,这个想蕴的话还是比较初级一点的,低级一点的心理活动。 到了时的话,就是比较高级的一种心理活动了。 时,就是认识,有些地方也叫了别,识别。 就是经过我们种种心理不断地去观察,不断地去推计,推理呀,计较啊,分别呀。 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比较深刻的或者比较固定的一种认知,就会产生一种意识,这个识别的一种作用力。 一旦这种识产生了,对于我们内心的这么一种意向,对于内心的作用,就会非常的有利和深刻。 那么这个识别一旦产生之后,对于一件事情,它的认知过程,或者它的意向就深深地印在我们自己的内心,印在我们自己的八识田中。 要去改变的话相对就会显得比较难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色受想行时里面,时是最难改变的。 从精神领域来讲,受想行时,受是最初级的,也是比较威细的,刚刚萌芽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,到后面时就是达到了一种高级的一种状态。 那我们修行的时候,对于受和想或者是行应该是下更多的一种功夫,因为它们相对来说,要改变比较容易,要控制比较容易。 如果一开始对受想行能够做个合理的控制和安排,那么后面的时它就会产生一定的改变,这种时的力量就会减弱。 对于我们以后修学来说,一个是减少很多的烦恼,一个是减少很多固有的认知或者是一种习气。 。